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中国的父母在饭桌上的表现如同服务员,如果家中有老人,那么老人更像是LDQUO,还比捞火锅电耳口,的服务员。 我们曾经看过许多这样的场景,老人用颤抖的霜,手捧住碗端到桌上,一遍又一遍呼唤住孩子吃饭,父母端住碗追赶住孩子,父母一遍又一遍地在饭桌上多促孩子多吃。 然而,中国孩子先有感恩的表情,有的更多的是不耐烦,觉得这些得到的是应该的。 中国孩子对这些已经认为理所当然,甚至是麻木不仁。 饭桌上的韩国孩子韩国的父母在饭桌上的表现像是常者。 在家中年纪最小的孩子,每次吃饭前,都要忙忙碌碌地按从老及幼的顺序给屋内的人。 剩饭端饭偏饭,完毕,还得目不斜事,正经危坐。 恭恭敬敬地对饭桌上的肠备门说LDQUO,谢谢你们给了我这么一顿丰盛的饭菜。 韩国的孩子,吃饭时,是一种感恩的表情。 饭桌上的美国孩子美国的父母在饭桌上的表现像是朋友,在孩子能拿的冻勺子时,父母就不会再给孩子备饭。 孩子喜欢吃食膜,美国父母只是提出建议,至于最终孩子,是喜欢吃肉还是吃蔬菜。 美国父母是从来不管的,孩子吃多少饭,父母更不愿意再管,因为在美国的眼里,孩子已经开始,可以为自己负责了,他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。 结果,美国的孩子吃饭时表现的,是一种独立的品格。 ADS, by Google 等于 W I N D O W, A D S B Y G O O G L E, Bush。 小编并不认为中国孩子应当,如韩国,或美国孩子那样的吃饭,而我想说的是,我们千莫不要忽视饭桌等生活行为上的教化,韩国的家庭在饭桌上是在通过氛围来教化孩子,让孩子不知不觉中懂得感恩。 美国的家庭在饭桌也是通过习惯来教化孩子,让孩子不知不觉中,学会独立,和承担责任。 而中国许多家庭在饭桌上缺乏的是对孩子的LDQUO,教化RDQUO。 我们在饭桌上只是关注孩子是否是保持好,恰恰是这种没有教化的LDQUO,叫HART CODE,正在传送给孩子是一种错误的信号。 因为你是孩子,所以,我们必须无条件为你服务,结果,孩子认为家常这样,做是天经的义的,但我们却忽视,本可以告诉孩子的,我们给你的爱是让你知道,你要学会回报他人,学会爱他人。 结果,在这种没有教化的LDQUO,叫化RDQUO,吓得孩子,当他们长大后,他们除了认为你父母应该做的之外,满眼都是父母的错,自己没有找到好工作,是父母的错,自己没有房子住,是父母的错,自己没有找到媳妇,是父母的错。 H-E-L-L-I-P,H-E-L-I-P,H-E-L-I-P,他们长大后,想起来的,都是种种父母的不是,当他长大后,对父母以止戏史时,我们应该愿的是他,还是愿我们不够智慧的教育呢? 养成教育真的很重要,为食膜中国父母这膜类,其实大都是当父母的自己给自己添加的枷锁,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篇文章,同样也是谈论的这个话题,或许可以给大家更多的警醒,美国孩子的餐桌教育 第一次在美国朋友家就餐,我惊呆了,朋友家一岁半的孩子,自己坐在餐椅上,从头到尾,自己吃完,尽管他拿勺子的洞做还很笨拙,但是他不慌不忙的,一勺一勺的吃得很认真,掉在桌子上的饭里,他很自然的,用手解写来吃掉。 吃完时,他一边把尾嘴解下来,一边说LDQUO,我吃完了,耳口,父母把他抱下餐椅,他端起碗,把碗里的剩饭倒进垃圾桶,再点住脚尖,把碗放进洗碗池,一切都是那么熟练和自然,一看就知道,他很早就养成了这个习惯,ASPEGO等于WIDOW,ADSBYGOGLE, PUSH,在美国, 餐桌教育是语尔内容中很重要的一部分,相比于中国人把喂饱孩子放在首位,他们更重视DQUO吃饱DQUO,以外的其他事情,比如,孩子能主动吃饭并享受吃饭的过程,能遵守就餐过程中的礼仪,学会在餐前餐后,不至于收拾餐桌并学会接待客人等等,美国孩子从会拿勺子起就开始自己吃饭, 尽管他们会,弄得满身,满的都是饭力,但是通过几个月的训练,他们的手脑达到平衡,可以稳当地把勺子放入嘴中,孩子自己决定吃多少,因为,吃饭是自己的事情,只有主动去吃饭,才会真正享受吃饭的乐趣,而且倒点吃饭,于时不后,如果孩子当时因为玩耍而不肯吃饭, 那是真的要饿肚子的,这一点对于中国父母来说会觉得不可思议,怎么能让孩子饿煮,看见孩子饿得直哭,父母肯定会很心疼,马上给孩子做饭去,但是也因此,几乎每个中国孩子都明白, 我现在不吃也不要紧,反正家里的厨房24小时为我开住,我饿了自然会有人给我东西吃,他们没有主动进食的概念,也不会遵守严格的用餐时间,这就是为食膜,中国父母常常抱怨孩子不爱吃饭的原因, 大多数美国孩子从两岁,起开示血管,用餐礼,吃饭细嚼慢烟,不能发出声音,刀叉不能敲盘子,就算是不小心发出声响,也必须跟在座的所有人说LDQUO,对不起RTCO,在餐桌上照顾别人的感受,是美国孩子很重要的一刻,除了不影响到他人就餐,还要考虑到他人的感受, 因为喜欢某道菜而放肆吃,这是不被允许的,大一点的孩子,还会帮助父母做一些餐前准备,餐后收拾,减轻父母负担的同时让孩子有一种家庭参与感,学到一些接待客人的餐桌礼仪,对于美国人来说,餐桌不仅仅是教育孩子的地方,更是一,家人为坐在一起的最温馨场所,美国父母非常重视于孩子的就餐时光, 无论平常百姓还是国家总统,都会把和家人的团聚看成是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的事情,下班回家后,每个人都急匆匆的往家赶,唯一的就是一家人能早日雷坐在餐桌旁,享受一顿愉快的晚餐,可能我们很多父母都没意识到,一家人一起准备,一起享用,一起交谈,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, 我们很少把要和家人吃饭当成拒绝应酬的原因,相反,应酬是不回家吃饭最理所当然的理由 然后,いい还要和家人一起吃饭如果我们的家人能来愿意同意